大家好,我是Kerry 今天跟大家聊一下关于孩子在澳洲上幼儿园的话题 因为我的小孩刚刚上幼儿园差不多两个月的时间 在这期间呢,我们也有了一些经验教训 在这儿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原计划是准备孩子七八个月的时候就送幼儿园 但是因为那个时候正是墨尔本疫情非常严重的时候 所以我们就推迟了这个时间 一直到孩子十个月,我们才让他去上幼儿园 孩子上幼儿园之后呢 我觉得之前我想的七八个月就送孩子去幼儿园的这个想法呢 对于孩子来讲有点太早了 具体原因我后面会讲到 首先我跟大家介绍一下澳洲的幼儿园有哪几种类型 澳洲的幼儿园大致就分为三种 第一种就是console的幼儿园 就是你家所在的那个console 你住的那个console 那么你的孩子从理论上来讲就可以上那个console的幼儿园 如果大的console的话 幼儿园是不止一个的,可能会有两三个 console的幼儿园口碑是很好的 主要原因是因为他们的老师福利比较好 所以相对而言,他们的老师会比较稳定 那么这些老师就会长时间的在同一个幼儿园工作 所以他们的老师是相对比较稳定的 这个对于孩子来讲,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他们的老师压力也没有那么大 福利也比较好 所以那肯定老师心情也比较好了 对孩子肯定就会好一点 我觉得这都是很简单的道理吧 但是console的幼儿园有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比较难排 就是很多人都会想去上console的幼儿园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孩子上console幼儿园的话 要尽早的去排位 我是在刚怀孕的初期就已经去排了一个console的幼儿园 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阴差阳错的我还真的排上了 但是我算了一下 距离我去排位的这个时间 到我孩子真正的去上这个幼儿园 已经过了两年的时间 console的幼儿园还有一个优势 就是它的价格一般来讲 会比大型连锁的幼儿园要便宜一些 大概便宜20到40岛左右每天 这个是报销之前的价格 我可以说console的幼儿园除了难排以外 有可能上不到以外 真的没有任何的槽点 如果你们的孩子能够排上console的幼儿园 就尽量去上console的幼儿园 这个我就给你们一个 直接给你们一个结论了 第二种就是大型连锁幼儿园 像大家众所周知的 就是在平时在路上我们就能看到的一些幼儿园 比如说Nino Guardian Goodstar 等等吧 我就是给大家打几个比方 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大型连锁幼儿园 还有一些不是很知名的幼儿园 这种我都给它归到一类里面 在这些幼儿园里面比较好的 我可以告诉大家 Goodstar是比较好的 它的口碑非常的好 我也有朋友的孩子 两个小孩都在Goodstar里面上学 他们都反应很好 然后呢 Goodstar它不是一个纯盈利的一个幼儿园 它好像有点那种非盈利组织的那种性质在里面 具体的大家可以去查一下 Goodstar还有一个优点就是 公共假期他们是不收费的 一般的幼儿园公共假期就算放假 你们的这个费用也是照收不误的 所以他们这点也比较好 说到公共假期 我可以告诉大家一个小窍门 澳洲的公共假期一般情况下 很多都是在周一和周五 所以如果你的孩子每周去上两天或者三天的话 你们可以尽量避开周一和周五这两天 那么就可以避开掉很多公共假期 这样可以省点钱吧 还有一个比较好的幼儿园 叫Only About Child 这个幼儿园也是口碑比较好的 但是呢 它的费用比较高 我听朋友说好像一天是200到 所以你上这种大型连锁幼儿园 不满意的这种概率是非常大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的目的是什么 他们的目的就是赚钱 他们的老师的薪水会比较低 就会造成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 就是老师流动性非常大 这对于孩子来说不是一个好事情 因为对于孩子来说 上幼儿园的话 老师是最重要的 就是孩子跟老师之间应该有一种Bound 一种Bound 然后他跟老师之间应该建立起一种非常深厚的关系 一种很深的信任感 如果一个幼儿园老师流动性很大 孩子刚跟这个老师建立起一种很信任的关系 一种Bound 然后这个老师就走了 你想想这个事情对孩子来说 是种什么样的感觉 还有这种大型连锁幼儿园 他们的老师一般工作的非常饱和 就是孩子很多 你知道吗 然后老师就忙得根本就顾不上你 可以说 特别是那种小点的孩子 又不会表达 其实我觉得是很难把孩子照顾好的 因为我儿子去的第一个幼儿园 就是一个大型连锁幼儿园 在一个非常好的区 在墨尔本可以说是如雷光光耳的区 一个非常好的富人区 我把孩子送过去 费用也很高 一天是接近150刀 没想到这个幼儿园是一个大坑 非常非常的糟糕 我非常失望对这个幼儿园 我孩子在那上了大概七周的时间 我就把他转走了 我可以告诉大家具体是什么问题 首先老师非常的忙 每次不管是接送孩子都非常的匆忙 接孩子的时候 老师根本没有时间跟你介绍一下 孩子今天一天的情况 一般情况下 你去接孩子的时候 老师会告诉你孩子今天一天的情况 他吃得怎么样 睡得怎么样 玩得怎么样 大概都会跟你说一下的 但这个幼儿园他们就完全没有 因为他老师太忙了 孩子也很多 他根本就顾不上 每次都是匆匆忙忙的送 匆匆忙忙的接 就整个给我的感觉非常不正义 除此之外 我儿子在他们那上了差不多七周的时间吧 只吃过一两次奶 就是在那上一天的幼儿园 他们一次奶都喂不进去 一般孩子刚去幼儿园的时候 他不吃不喝是很正常的 但是你们觉得 一个孩子到同样一个幼儿园去了七周 他还是不吃奶 这个就绝对超出一个正常的范围了 因为我儿子平时在家 他一天要吃四次奶 那么他到幼儿园去待几个钟头 他至少要吃两到三次吧 最少最少要吃两次奶吧 我一般都给他带三个奶瓶 三份奶粉 结果就只有一天 只有一次 有一个澳洲的老师 给他喂进去一瓶奶 然后每天我儿子去他那个幼儿园 都是不吃奶的 一天下都不吃奶 而且就是吃那个午餐什么的 或者吃下午茶 他吃了什么我们都不知道 我们都不知道 根本就不知道他吃了什么 接的时候他有没有时间跟我们讲这些 所以孩子一送到他们那儿 就两眼一抹黑 什么都不知道了 然后每一次我去接孩子的时候 孩子都在哭 每一次他都在哭 不但如此 我把孩子抱上车了 孩子还在哭 就是根本就 没办法让他坐在我的车上 我把他带回去 有一次就是后来没办法 就是我队友从家里过来 开车 然后我在后排陪着他 从幼儿园出来 我们在那个外面 待了一个钟头 我就不断地尝试 把孩子放到那个安全座椅上 然后给他一些吃的安抚他 包括安抚奶嘴都没有用 他就一直哭 就是很崩溃那种 情绪非常崩溃 然后就是 就这样之后 我就马上决定给孩子转学了 就是真的此地不宜久留 他们搞不定孩子 就导致孩子在这个幼儿园的生活 是非常痛苦的 你知道吗 就是他就有心理阴影了 否则孩子是不会 你接他的手 他还会这么崩溃 一直大哭 所以我去了这个大型连锁 这个幼儿园之后 我就知道 这边的幼儿园就不靠谱起来 他能有多不靠谱 真的会非常非常的不靠谱 所以大家在送孩子之前 还是要研究一下 不要觉得他在一个很好的区 然后他也是一个很大型的连锁 他就会靠谱 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总结下来呢 就一句话 我觉得在这些大型连锁里面 Good star是可以的 其他的我其实都不是很推荐 除非就是你们有口碑 就是比如说你们朋友的孩子 亲人的孩子 在那上过 觉得那老是不错 或者怎么怎么样 那就可以 否则的话 大家一定要 好好的研究一下 找到一个口碑比较好 比较靠谱的幼儿园 再把孩子送过去 否则的话 你把孩子送到幼儿园 你的心都是不安的 你都一直在担心他 在幼儿园的情况 最后我介绍的这个幼儿园的类型呢 是叫Family Child Care 就是他的幼儿园 可能是在他的家里面 这种幼儿园的规模呢 一般比较小 一般只有可能 有可能一两个老师 那么这边澳洲的规定 是一个老师 可以带四个孩子 那如果两个老师的话 可能这个幼儿园 就可以收八个孩子 所以可以想象 他这个规模是很小 因为家里也房子也不大嘛 所以规模比较小 有的家长呢 喜欢把孩子送到这种人比较少 幼儿园 这个就完全看你自己的喜好了 或者是你家附近 正好有一个口碑比较好的 这种Family Child Care 那我觉得是可以考虑的 这种Family Child Care的 弊端是什么呢 就是他的老师 是一个罗布一个亨的 对吧 你一个老师就带四个孩子 两个老师八个孩子 那么如果其中 有一个老师生病了 那你的孩子就去不了了 今天你只有 只能在家里面了 因为他没有其他的人 可以顶上来 你知道吧 他家就不像那种 普通的那种大型幼儿园 这个老师生病了 那还有其他老师 可以来 接下班啊什么的 那你如果是这种 Family Child Care的话 那老师生病了 你孩子送不了 你就只能自己 请假带孩子了 所以这是一个问题 价格也没有太大的优势 跟普通幼儿园 价格是差不多的 其实澳洲的幼儿园的话 你不管上什么样 类型的幼儿园 价格差别不大 Consul幼儿园会稍微便宜一些 但是因为大家都 一般情况下 都有政府的补贴嘛 所以补贴完之后 差别不是特别大 我觉得如果你家附近 正好有一个 口碑特别好的 Family Child Care 其实你是可以送的 因为离家也比较近嘛 前提就是 如果一旦幼儿园的老师生病 你家里是要有人 可以带孩子的 比如说带个一两天 是没问题的 如果你们是一个 双职公家庭 家里也没有老人 帮你们带的话 那这个问题是需要考虑的 现在我已经给大家 把澳洲的三类幼儿园 都给大家介绍完了 现在我继续聊一下 对于三岁以下的孩子 我觉得选择幼儿园 最重要的是什么 我觉得最重要的 就是距离近 离家的距离近 这是最重要的 因为孩子在三岁之前 去上幼儿园的话 你根本就不需要去看 幼儿园有什么program 什么那些 什么教育理念呢 什么的 因为孩子太小了 他根本就不懂这些 离得近的话 就意味着大人会方便 那小孩一岁上幼儿园 到三岁 大人可以方便两年的时间 孩子呢 也可以就是早上起来 多睡一会儿啊 什么的 如果孩子他有生病啊 或者不舒服什么的 大家中途去接的时候 也会比较方便 就诸多方便吧 我建议大家送孩子去幼儿园的话 尽量一岁以后 能大点呢 尽量大一点 为什么呢 因为孩子太小 去幼儿园的话 特别是一岁之前 他非常容易生病 一岁以后 孩子的抵抗力 肯定会好一些 还有一个原因是 一岁以内的孩子 他还没有断奶 不光是母乳 就算是吃配方奶 他的奶 依然是他每天的 主要的营养来源 孩子去幼儿园之后 他不是女儿园的生活 一般有两大反应 一个是不吃奶 一个是不睡觉 如果一岁以内的孩子 他一整天 他都没有吃奶的话 因为像我的孩子 就是这样子的 他刚去幼儿园 到现在为止 他几乎都是不吃奶的 他只吃几十毫升 所以如果一个 一岁以内的孩子 你让他去幼儿园 比如说去四天 去五天 那他每天 他都不喝奶 那么对他的生长发育 影响是很大的 不像两岁的孩子 两三岁的孩子 你去了幼儿园 你不喝奶没关系 因为你那个时候 你已经吃很多 别的食物了 第二点就是 一岁以内的孩子 一般他还不会走路 那么他去幼儿园之后呢 实际上他能玩的东西 是不多的 他很依赖老师 抱着他呀 或是陪着他坐在那儿 什么的 所以其实就 没有那么好玩嘛 有的幼儿园 甚至没有给 一岁以下的宝宝 和两三岁的那些孩子 分开玩的空间 你知道就是 每个幼儿园 都有一个户外的空间吗 有的幼儿园 是没有把孩子分开的 就所有小小孩 和两三岁的孩子 都在一起玩 大家去考察幼儿园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这一点 在一起混合玩 实际上对 一岁以下的孩子 是比较吃亏的 因为他们不会走 只能这样坐着 或者爬什么的 那么大点孩子 不小心可能会碰到他们 最好我想跟大家说的是 选择CC呢 一定要用心的去选 最好是选择有口碑的CC 那么最好就是你的朋友 或是你的亲人 他们有孩子 正在这所CC上的 他们觉得这老师也不错 各个方面都不错 那么你就可以放心地 把他都送过去 否则你们自己就要去 多做一些功课 上网去看这些幼儿园的review 多做一些研究 如果只是盲目地选择一家幼儿园的话 把他送过去 我觉得不满意的 这种概率还是挺大的 但是我之前提到过 如果是concil的幼儿园 我觉得基本上 都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就是早点排吧 就是怀孕之后 就尽早去把队排上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 谢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